有法律學者認為張曉明的言論是違反《基本法》 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說 《基本法》列明三權的職責和權力並且互相制衡 顯示三權分立已經在法律框架之內 大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說 特首超然在三權之上是沒有法律依據 《基本法》中從來沒有說特首會超然於三權之上 張曉明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從法律角度來說是完全站不住腳和違反《基本法》 你最好看《基本法》 所以我覺得大家無謂爭拗於三權分立的措詞 反而看回三權各有各自的關係和各有各自的權力 這就是我們的制度 而大律師公會前主席陳景生認為 張曉明需要澄清有關言論 我們每個人都懂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那句話應該怎樣解釋 所以很多人就說它不是這樣的意思 它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事實上我們應該怎樣解讀呢 這件事似乎都是一個原案 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有權解釋《基本法》 如果由張曉明去解讀似乎有簽閱之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